老師好 你好 有去看燈會的舉手 看一下 那個 你知道 等一下 來 最後的那份先收過來 我要評分 全部翻到 統計圖表 統計圖表那份收過來 我要評分 其實我已經交完了 但是後面沒有講 先收過來 來翻到正面 後面有寫的當然會加分 沒寫的 再看著辦 由後 由後 先往前收 這一份先由後 往前收 來看 基本上我該交的已經交完了 不會有心得吧 我都沒看了 你如果我有去跳 然後 這樣啦 我特地不能去看 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 累積總人數有 入園去參觀的 有多少人 3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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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萬 不對還有呢 1000 對 1000多萬 1300萬 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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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說坪東 我現在要關心高雄 我現在要關心坪東 我在問坪東 你跟我說高雄 我現在 就是 然後你知道 他們是怎麼 估的嗎 就是他們 他們要預估 你猜猜看 有搭接駁車的人 他們 來猜猜看 他們怎麼預估 入園人數的 賣入園要搭接駁車 他不可能 就一個一個抓過來 成績中1 然後他來2 不可能這樣 他在旁邊是點的 想想看 他們是怎麼估計的 接駁車 接駁車是個好想法 但是接駁車應該是 應該是他們要先 他們要先大概知道有多少人 然後呢 再安排車輛 不是嗎 不是 不是 因為就是沒有預估到 同學 這個最好像是那個 你知道人家在結婚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 不再請人 欸 放幾個 你就 反正我就預估 全鄉人都會來 我就 給他多下去嗎 因為老爸要搞笑 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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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說 一開始就多估 你一定要有一個 你一定要有一個先估的 對不對 你不能說 等人來了之後 我再來 加桌子 或怎麼樣 那個食材都不一定 可以來得了 了解意思嗎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他在 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 知道他到底要 估幾桌的時候 他就去做一件事情 讓大家看 小琉球人會去做一件事情 嗯 尤其是他如果 對 他就問 就是聽說 反正就有一個議員 哪一個議員 我就不知道 好像是跟王維銘的姐姐 有關係的 王維銘 呃 王維銘 是議員 王維銘是 王維銘是 王維銘是議員嗎 曾經 現在 現在也是 好 然後聽說 反正跟他們家 好像有關係 還是誰 還是誰 還是某個議員 就對了 他們家的什麼人 結婚的時候 他們就是去拔杯的 然後聽說 非常的準 對不對 因為請客最 最 最麻煩的 就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你 太多 太多 都不好 了解嗎 這個桌子 還是桌太多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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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桌子 你 擠得太多 浪費 對不對 而且看起來 難看 了解這要講什麼 換它 要看喔 空桌 所以你不是說 兩聲 桌子越多越好 不是這樣 桌子越多越多 空在那裡 是很難看的一件事情 另外就是 如果你桌子 弄得太少 弄得太少的時候 他就沒得做 那你弟也都不好意思 了解我意思喔 客人來 結果你這樣這樣 沒有得做 所以你說接駁車 是一個好想法 可是接駁車 應該是他大概 估過人數之後 才決定要找多少人 來做接駁 了解意思嗎 他要請多少司機 還有多少車次 多少量 的遊覽車 來協助 了解意思嗎 包含警察的量 還有就是 是那個 那個 所以 來試試看 還有嗎 剛剛我看到有人這樣 以前的經驗 以前的經驗 也是一個好方法 可是因為 因為他們第一次到屏東 大盆灣辦 一開始他們也沒看好 因為 因為他 就像你們說 有接駁的問題對不對 他們要到大盆灣 都是需要接駁的 所以他們也 可是他們當初 預估是八百萬 他們還是預估八百萬 很有信心 很有自信 結果超過一千多萬這樣 再想想看 還有什麼方法 因為他們沒有到屏東 屏東辦過 以前的經驗也是一個好方法 還有沒有 想想看 其實想法 其實我也沒有想到 我是看新聞看到的 因為我也在 我也在猜 我也在想說 奇怪到底是什麼估計的 貪販的營業額 貪販的營業額 必須要營業之後才知道 知道的意思嗎 我想說估計 估計 估計就是 他怎麼估計 每一天的 每一天的 而且他可以及時喔 民調啊 民調 民調 民調到劇 因為讀 民調 陸延 通常都是這樣按tern的 剛剛我看那個醃家裡這樣看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樣按到所謂 CP 啊 四个门可以进来 了解意思吗 那你各个占一个 那各个占一个 问题是 人在进去的时候 他不是都会经过你啊 除非你把那个门路很小啊 只经过你而已 对不对 可是这样会造成敌人的不便 了解意思吗 好 所以他确实是一个方法 可是人很多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好方法 还有吗 试试看 跟你每天在使用的东西有关系 通拍机 手机对 不定位 现场有多少这种 跟手机有关系 但是不是现场有多少是手机 对啊拍照 要打草 跳 他用的方法就是因为 通拍机拍下来开始数 不是 一千多的 那还要去数太辛苦了 对了你还要去数嘛 而且而且你拍的时候 你还要去数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也是一个好方法 你可以拍 然后就去 你可以拍之后 估计啦 大概大概这样一块多少人 然后他的年纪大概多大 对他是一个好方法 他也可以 可是问题是说 人一直在来来进进出出 对不对 对对对 了解意思 所以他是要估计 总共有多少入源量 对不对 但是都不要重复嘛 有 啊你拍照 你这次拍一张 下次再拍一张 他可能一直在那里啊 或是怎么样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一个好方法 可是 有进门的时候 看一个东西 就跟进一个上去 嗯 就是 诶 如果他身上有那种 有那种就是扫描了 对不对 很像我们在做捷运的时候 不是都要扫一下才可以进去吗 扫一下逼一下才可以进去吗 我觉得完全掌握对不对 进出对不对 那种完全掌握进去跟出来的那个感觉 就是类似 现在我跟你们讲的方法 他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的电信业者有几家 好几家 哪一些 中华电信 大个大 大个大 远传 台湾之心 台湾之心 两派 还有吗 大概就这些对不对 坐好 不可以靠那边 你只往中间坐 好 然后呢 没事 他用的方法很简单 因为这群人 这群人一定会用手机 多数啦 通常不会没有 好 然后你知道中华电信 占了多少人吗 不知道 我们全台湾 使用中华电信的 大概有500 多人之一 没讲到重点 他不会是用人数 他用什么来讲的 对 四分之一啦 没有你做的那么大 四分之一 要不然接近一千万 就是台湾 台湾在使用中华电信的 就是他手机门号 会选择中华电信的大概四分之一 所以 中华电信既然有你的 既然有你的手机门号 它就可以掌握你的 掌握你的讯号 你的讯号是不是中华电信 他们都知道 大家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 他就锁定一个区域 他可以限定区域 锁定这个区域 来看看 你是我的门号的人 你是我的门号的人 有多少人 他可以数得出来 对不对 因为他是3系的东西 他可以很容易可以数得出来 他用电脑帮他数就好 所以他可以知道 这里面有多少人使用中华电信 比如说 如果这里面有 这里面如果有50万人 使用中华电信 代表这个时间点 有多少人在这里 等一下喔 再一次喔 中华电信的 那个使用 就是使用中华电信的手机 使用中华电信门号的 占个四分之一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全台湾 一个是全台湾 对不对 一个是中华电信 对不对 中华电信 这里面的一部分 对不对 知道吗跟我讲喔 他占了全台湾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全台湾 是四的时候 中华电信才多少而已 了解意思吗 如果 如果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点 中华电信 他搜寻到50万 一万只手机 在使用中华电信 那就代表那时候 有多少人 200万 很简单的运上来 数学就是拿来用的 他们的手法 其实很简单 就这样而已 而且他可以掌控 他可以掌控 你什么时候进来 什么时候出去 所以他可以非常的 及时性 利用3C的东西 来协助 他们可以 及时性的知道 因为他们 他们的中华电信 他知道 这50万的 这一笔资料的人 而且在里面 对不对 进出进出 他可以马上增加减少 了解 在讲什么 因为他有锁定一个区 这一个区域里面的人 有使用中华电信门号 然后再把他人数 再把他乘以示出来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他使用的数学 非常的简单 数学就是这样 是被拿来用的 而且他的想法就是 这个就是 部分跟整体的关系 对不对 部分跟整体的关系 我们最喜欢用哪一个图形 来表现 长条 圆形 折现 还是核状 圆形 因为他也就是说 如果画成土的话 很容易就是这样 中华电信大概是这样 用户了 这样是代表全台湾 了解意思吗 所以四分之一是在讲 部分跟全部的关系 对不对 他在讲比例关系 比例关系 我们常常在用 有时候我们会讲四分之一 有时候我们会讲25% 了解吗 他讲四分之一 又比他的感觉又更具体 对不对 看情况 看情况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你喜欢讲百分 你就会讲这个 你喜欢讲这个 就是四个就一个 对不对 四个就一个的话 你有五十万 那全部就两百万 所以他可以用这样的手法 很简单的去估计 到底 那个屏东的大鹏湾 那个参加 参加灯会的有多少 他不需要一格一格去看 而且可以做出精准的估计 远比之前的估计都还要走 所以重点在想法 重点在好的想法 计算是简单 计算就这样子而已 重点是你能不能想到 那个想法 所以你要学 你任何知识都要 你要学想法 真正到这里来了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交给 那个 交给那个 如果你不会算 交给计算计算就好 对不对 他其实也一个很简单的计算 好 现在我们那个统计图表 基本上我交完了 你们应该已经要写到哪里 结束了嘛 对不对 今天要写44页对不对 来没完成了 站起来 我现在只是说你有没有写而已 都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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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遇到很多困难的请举手 好 请你们喔 请你们喔 请你们就是写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你务必在学校的时候跟同学讨论 你回家之后就没人可以问了 所以请你务必在学校找人讨论 你不用问多啦 你真的不用问多 你好好的问懂一体就好 跟你讲真的 就像我这样一天一夜一样 我没有要求你们要多 但是一定要有 凡事只求有 有就会进步 没有就会退步 就这样 每天都有在念书就会进步 每天都不念书 你就别人在进步 你在退步 凡事就是要求有 你只要有不懂的 你就是每天就算只问一体 你真的把它弄懂那一体够了 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几率 其实它那个有点接近于几率 对不对 几率就是 几率就是什么呢 什么是几率 什么时候你会讲到几率这两个字 对 你们要把它定写 中奖 中奖 好 所以那个 我们 你们有去 我们那个元宵姐有那个抽摩柴吗 有吗 有吗 有摩柴吗 有摩柴吗 有摩柴 有摩柴 好 那你觉得 Dionville Dionville Dionville有元宵姐的摩柴对不对 好 那有高度 那你那个东西 它是这样嘛 它大概是 它大概是这样的东西 一张摩柴券 是一半 对不对 这个投进去 这个是你自己保管 对啊 好 那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 投进去之后 等一下要被摸 对不对 那因为这只有两种结果 一个是中奖 一个是不中奖 对不对 因为只有两种结果 所以中奖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你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请举手 因为它只有两种结果 一个是中奖 一个是不中奖 对不对 所以中奖的机会就是二分之一那么大 这句话你觉得它是对的请举手 这个只是结果 这个只是结果 那为什么不中奖 二分之一 因为太多奖 你会有很多人耶 一大堆用前面是一 不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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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跟不中奖 如果它 不中奖 有两张的话 然后全部 对不对 如果全部有五百张 然后只有 中奖只有几个人 大概换几个人 刚刚天大概几个奖 大概就好 啊 大概十个好了 所以不中奖的有多少 全部有五百张在里面的话 全部有五百张在里面的话 所以这里面有多少 一两万 四 我跟你说 摸彩箱里面有五百张 五百张 五百张 我只会摸十张起来 对不对 而且请问一下它摸起来 还会放回去吗 不会 来再一次喔 请问它摸起来的时候 还会再把你那张放回去吗 不会 不会这个叫做 拿起来的时候 就不会再放回 对不对 摸起来就不会再放 还会 如果还会再把你放回的话 下面的人会怎样 抗议 抗议对不对 好 所以一般我们的摸彩 都是摸了之后 你中奖之后 你就没有机会 再得到其他的奖项 对 了解意思喔 好 那不中奖的有多少 所以请问一下 你中奖的机会有多高 十分之一 你知道会有十张片摸起来 对不对 先不管头奖二奖三奖 什么奖 请问一下你 你中奖的机会有多高 五百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你会怎么讲你中奖的机会 每一个人写给我看 中奖的机会有多高 到底是不是知道 知道 天家里 多高 我这个 我这个摸彩 我这个摸彩箱里面 有五百张在里面 只有十张可以被摸出来 对不对 请问一下中奖的机会有多大 你会被摸到 你会被摸到 假设你有在里面 你会被摸到的机会有多大 对 两拍 五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 你怎么那么厉害呢 你可不可以不厉害一点 不是 五百分之一 嘿 你可不可以不要算 重点不再算了 来 所以你要讲多少 五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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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中奖呢 五百分之一 五百分之一 刚刚讲的机会 五十分之一而已嘛 对不对 五十分之一大概只有多少而已 五十分之一大概有多少 五十分之一大概有多少 我们去感受一下他的多少 通常会这么做 五十分之一我们去感受他的多少 五十分之一 我们会把它百分来看 五十分之一 我们就会说两%的机会而已 好 了解一次吗 两%的机会算高呢 算高 因为如果你看那个热透 热透的机会连两%都没有 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第一页开始来 开始 那其实我添加也没有中奖 我没有中奖 我没有中奖 就好像是 这边有 二 四 六 八 十二 十四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二 二四 二六 二六 这边有二十六是签的 为什么 有一只不见的 哪一只不见 哪一只哦 你问他们谁藏起来 所以如果 诶 如果我要抽签的时候我就 谁藏起来藏起来 我现在在抽签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就是想要让哪一个人抽到 所以我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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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嗯 我就是二十号 嗯 我就是二十号 我有偷看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本来就是要抽他 嗯 我就是要抽他我就先把他找出来这样对不对 我就先把他找出来然后 然后 我跟你讲我要抽签了 我要抽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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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被我抽到那个等一下要下课 把他跑十分钟 对不对 这个人是谁呢 十号 阳轩 没有啦 没有怎么办 抽一个没有来 这样 这样叫抽签吗 这样还需要算几率吗 不用 这样子是抽签啊 这样是抽签 动作是抽签对不对 我需要算几率吗 不用嘛 因为我反而就知道结果了 对不对 所以需要需要需要算吗 不需要算 因为我就知道结果了 好 啊如果是现在呢 注意看哦 请问一下 那个 你们被我抽中的机会有得到 你们被我抽中的机会有得到 等一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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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们 来你们每一个人被我抽中的机会有得到 陈伯彥你被我抽中的机会有得到 这边有二十六支签 你被我抽中的机会有得到 这边有二十六支签 你被我抽中的机会有得到 啊 二十六分之一 你这么确定 你呢 机会有得到 这么确定 你呢 有得到 二十六分之一 二十六分之一 我再期待另外一个答案 你呢 没有别的答案吗 二十七分之一 哪来到二十七分之一啊 这边才二十六支签 二十六分之二 你知道我为什么平时在期待 你们有一个答案吗 这样会不会 诶 诶 同学 这边有二十六支签 对不对 你确定你的那一个签有在里面吗 确定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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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哪一个号码不在这里面你知道吗 不知道 十七号 十七号 如果是十七号 不会有在 十七号是谁 紫燕 紫燕 你乱回答 如果他已经摆明了知道他的签不在这里面 那就保证不会抽到他不是吗 对 所以他被抽中的机会是得到 你这样了解吗 知道在讲什么 那其他人都可以讲二十六分之一 只有他不能这样讲 因为他那一支签不在这里面 所以他保证抽不到他 所以他的纪律是0 可以吃 可是可是 其他 其他都是二十六分之一 每一个人被抽中的机会是一样大 只有他永远抽不中 所以如果现在要抽大奖的时候也没有他 对 现在要抽劳动工作也没有他 对 所以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好 好 所以第一题 来请问一下第一题你会挑哪一个 对 为什么这样问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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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都看到了不是吗 好 来第二题 不要问怪怪的 是怪在哪里啊 我怪怪怪的 来第二题 第二题跟第一题的差别在哪里 第二题你知道吗 你已经盖起来了 请问一下每一张牌的下面写什么号码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既然不知道 而且我已经有讲一到五号了 对不对 也就是这五张里面就是一到五号 至于哪个是一哪个是二哪个是我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 来问这个问题才有意思 那可以吗 所以第二题五分之一 好 第三题呢 昨天下雨的机率80% 来你选择 第一个 昨天高雄下 来来你勾第一个的请举手 放下 你勾第二个的请举手 好放下 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昨天下雨的机率是80% 昨天都过了 昨天已经过了 你还讲他的机率干什么 昨天到底有没有下雨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已经确定了不是吗 昨天你小了解我没有下雨 对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嘛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所以 没有人在这样子讲的啦 那件事情已经知道了 你就不会去问他的机率了 你就不会投论他的机率 一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所以我们不会说 第一个 我们机率只有在什么时候会问 什么时候会问记录 最后等一下会讲 所以 第二个的问法才是好的问法 好的讲法 他猜对了 昨天的下雨机率真的是80% 这样 了解意思吗 好 他猜对了 就是他有去 他有去预测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他去做预测 然后最后结论出来的时候 欸发现真的是这样 所以他猜对了这样 所谓的猜对了 就像刚刚何宇讲的 他事实上是有根据以前的资料 以前的经验 根据以前的云层情况 根据以前 根据以前的经验 来判断现在的状况 这样 好第四个 哪一个问法比较有兴趣 哪一个问法比较有趣 好演啊 希望他唱到 对 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 好啊 来那个邓博伦过来 哈哈哈哈 来你去拿一个那个 拿一个 拿一个 好你可以 对好这样 好 然后呢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来现在 现在请下好离手喔 你觉得他会撞到桌子的 他他不会来 不要赚太多 来你觉得 你觉得 你觉得等一下呢 我们就数十秒就好 数十秒 你觉得他会 他会 撞到桌子的 你觉得他会撞到桌子的 请举手 可以用手摸吗 你觉得他 不会撞到桌子的 请举手 不可以用手摸 你觉得他会跌倒 你觉得他会撞到桌子的 再一次 你没懂了吧 你觉得他会撞到桌子的 请举手 你现在看得到吗 看不到 这衣服是 那两位啦 你觉得 你觉得他会撞到的 请举手 喂 你觉得他会撞到 好 快点啦 你们还没有 还没有吓好 你撞到桌子的 赶快哦 你觉得他会撞到的 请举手 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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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你觉得他不会的 请举手 刚刚没有举手 是怎样 我有啊 没有 有人会去打 好 我们数5秒就好 計10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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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10秒他有点危险 他危险的时候 请你要扶他一下 15秒 15秒 好 10秒 不行 拉回去 拉回去 你脚 又回去 好 开始 10 9 8 7 6 5 4 3 撞到 好 先撞到 好 好 好 其实 应该照着讲 开始之前 开始之前 应该要先让他看 这样 这样他的判断力 会更好一点 好 所以呢 要蒙眼 为什么要蒙眼呢 蛤 不看就一定撞啊 撞 这样不公明啊 就是 不看就一定撞 有看你还可以撸 这个很像是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 那个虾 就是他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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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盲的 他也不会去撞到东西啊 因为他对东西会有感觉 所以 好 第五题小结论 几率应该是算哪一种 要预测未来 请你自己勾选 所以 我们不会描述过去 你讲昨天 就没有意思了 昨天已经发生了 第二小题 几率是用来讨论 还没有发生的机会 可能性有多大 这样了解吗 还没有发生 把它圈起来 我们是在研究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来 第二大题 第一题 来 你们先把它回答完 回答完了吗 回答完了 怎么那么快 来 先让你们写完 写完了就往背面去写 诶 你们还没有钉 对不对 两张要钉起来 船到哪里去了 不钉好了吗 啊为什么他没有钉 他不钉了 啊那个钉书机呢 诶 啊你这钉哪里 没有 S型船 也没有S型船 也没有S型船 那我给他钉的啊 啊不对啊 你要S型船啊 那不是我钉的 没有钉的 来先把它写完 先自己写 先自己写 自己图体 OK的往背面写 还有人没订到吗 好 好 好像说去平凝 写完了 写完了 好 写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第一题 摸彩箱头奖 嗯 每一个人都做一支签了 但是呢 我特别外班长做了两支签 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不公平 因为这样会产生一种结果 他可能中两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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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只有头奖 他可能中两个奖 很容易抽到他 很容易抽到他 他的中奖机会是别人的 两倍 所以不公平 他还是有可能不会中 对 他还是有可能不会中 他只是机会比较大 但是他还是有可能会不中 但是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跳脚 跳脚就是 老师偏心 怎么可以 陈恒宇在做两支签 这样 如果真的要让陈恒宇中奖的话 我就先让他中奖 我就做了一个签 我跟你讲哦 我做了一个签 全般每个人都有哦 可是让我上面的号码 通通都是什么用语 这样 啊你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就 我们来抽签 他就抽 就中奖了这样 因为每一支签都是他 但是你们不会那么聪明 会去想 通常你们会直接觉得 老师就是不会这么做 好所以第二题 来第二题 这样讲法对吗 对 第三个 对 第三个 只要摸中就可以吃刹鞭哦 啊只要摸中哪一种球 红色的 只要摸中就可以 每一个人轮流上台摸奖 对不对 只要摸中就好 所以每一个人中奖机会都是一半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 好 非常好 请你把它写上去 摸完之后要放回去 取后放回 写上去四个字 写到第三题 取后放回 取后放回 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题目没有讲清楚 如果它取后有放回的话 因为红色的球跟白色的球 是一样的多 对不对 所以它 中奖的机会是一样大的 可是两 哎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你要放摸啥 你会放两颗还是放十颗 哪一种的感觉 比较有感觉 十颗 十颗比较有摸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放十颗 不会只放两颗 因为那比较有趣 只有两颗在那边 感觉上就没有什么可以摸这样 所以通常我们会喜欢 所以虽然结果一样 可是我们会喜欢里面多一点 对不对 好 第四个 来背面 背面第四题 所以 抽完就会被放回去 这次如果抽到六号天 下一次还会被抽中吗 有 有可能 那抽中的机会会改变吗 不会 不会 还是一样对不对 除非 你做了一件事 做了一件事 做了记号 做了记号 比如说 只要在那颗球上面 只要稍微刮一下 知道这样吗 稍微刮一下 有点痰漆 小小的而已 只有你看得出来 啊你在摸的时候 人的触感是很敏感的 你就在摸的时候 摸到它 就知道是它 反正呢 我就是一直在考虑 这样 你又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我刚刚有做记号 知道在讲什么 好 再来 第五个 来自己看题目回答 来 接下来的题目先自己来 先把它完成 完成 小子 我已经到背面了 你还在第一页 哈哈哈 你把它完成 你先把它完成 我 显然我交太快了 还是你在发呆 他在忙 你太快了 我太快了 太快了 太快了 来自己来 从第一页到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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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自己看 先自己看自己写 那条困难就讲一讲 请也许在东西 一下来 很可怕 来xx 吃 吃 住 增增 我刚刚应该是太快了 不过房间也是真的发泪 拿你怪怪的 一万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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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寫错了啦 错在哪里 两万 两万 嗯 不错 你们会找出错误就是 有想法的人才会找出错误喔 这是很好 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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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们学任何东西都一样以后 你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一样 你自己一定要有讯法 不是人家说的就对了 这样才不会跟人家走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页 第五题 这个是真的是去年还是前年 106年 来他们是真的 他们就是有一个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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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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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跟 好 就是 那個 他就要掛然後掛最多的那個人 就拿到那個獎這樣子 所以 他就每一次掛 對不對連續13次喔 你有掛過連續13次的嗎 他已經 連續13次都要醒過喔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十次 十一 十二 十三 關我這樣數就有點久了對不對 他會更久了 因為他會 他每一次都是醒規 請問一下他的第14次 請問一下他有沒有機會保出醒規 有 保證嗎 不一定 所以第二個機率會改變嗎 不會 機率其實還是不會改變對不對 還是一樣那個機率有多大 本來有多大就多大對不對 本來有多大就多大 那他說是三分之一 我們等一下再來研究 來看一下第六題 欸 骰子有丟過嗎 骰子 他有幾個面 六個面 然後就是123456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骰子怎麼擺的嗎 數字怎麼擺的你知道嗎 好 等一下喔 你知道他是怎麼擺的嗎 請問一下 這裡如果是6 這裡如果是6 然後呢 然後下面是1 他的下面會是1 懂嗎 然後這裡如果是2呢 另外那一個地方呢 就會是5 就位是5 這裡如果是3呢 4 他是利用1 2 3 4 6 剛好是 這個是什麼 冷叉 冷叉對不對 工叉是不是越加越大對不對 對 然後他是用到什麼呢 頭尾加起來 頭尾加起來是多少 這個加起來會多少 為什麼頭尾加起來一定會傷冷 因為從這裡到這裡是不是加工叉 對 從這裡回頭呢 減工叉 對 頭尾箱下一定會傷冷 了解這要講什麼 所以他用的事實上是 他骰子的設計是用到那個等叉數列的想法 讓他2個2個剛好一對這樣 他為什麼剛好可以配對就是因為他等叉 可以齁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他是公平的 公平的就代表他沒有冠千了 每一面出現的機會會一樣大對不對 所以丟下去 到底會出現哪一個 你沒辦法預估 你沒辦法預估就代表每一個都公平 對不對 那沒有辦法預估每一個機會都一樣大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自己去設計一種骰子 我可以設計一種骰子 然後這個骰子呢 我就讓他出現 1 1 2 3 4 5 我可以設計這種骰子 那我再留 如果我設計的骰子 6個面是 1 1 2 3 4 5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請問一下 我出現5的機會有得到 出現5的機會有得到 出現5的機會有得到 那出現1的機會有得到 6分之2 6分之2 對不對 你先講這個不急 不要急得算 這個才厲害 厲害的是這一個 接下來是算 已經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知道要共享嗎 養成一個習慣要先講這個 不要那麼快 直接算出3分之1 不用好了 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所以要看骰子 看他做的骰子是哪一種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 第三大體 第一個 所以投一個 投一個硬幣 一個硬幣丟下去會出現什麼東西 正反兩面 正反兩面嘛 這丟下去就兩種 要嘛就側面 要嘛就 檔面 這下去會站起來的 哪誰 欸丟出這種 丟出這種硬幣 有丟過嗎 有成功過嗎 旋轉之後還是會下去啊 嗯 有多硬幣 那個 那個 好 等你發生的時候 你就把他拍照給大家看 來第一題 假灰 所以 來一個硬幣借我一下 隨便一個 誰是圖嗎 誰是圖嗎 沒有錢喔 你們這麼窮嗎 我們 亂講 你們買早餐的時候 有錢的你都拿鈔票 對啊 我們求摸真是沒錢啊 摸幾 來 嚇好理所這個會是正面還是反面 反面 反面是正面 反面是正面 對啊 你要說哪一個是正啊 好 正面反面 不就 人頭就正嗎 人頭是正 好 人頭是正 正 這樣可以嗎 什麼 反 反 不叫下次會是正還是反 對 會是正還是反 你覺得會是反的請舉手 剛剛是反對不對 你覺得他會是反的請舉手 反 正 所以下次也會是反喔 剛剛反正是正的 所以下次會是反喔 正 正 所以不一定對不對 所以不一定對不對 因為他正反面的機會是怎樣 因為他正反面的機會是怎樣 你覺得這次會是這樣是嗎 剛剛是反正正喔 接下來會是什麼 正的請舉手 正就連三正了 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下一個秋 男人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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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你打我過來